肖基会这次决定要打黑心油的团体诉讼 但是因为法律不肃及进网 使得上星期刚通过还没有正式公告实施的新十安法 将不适用肖基会这一次的团体诉讼 只能引用旧法了 有人就担心如此一来会不会重演当年的塑化剂事件 只判得很轻的刑责呢 对此律师表示将会要求法官依照新法意志 对求偿结果有信心 就是肖保官说可以退 就算是我们吃下肚 比照塑化剂胖达人模式 肖基会这回决定再站出来 帮全民打团体诉讼 讨公道 修正通过 上礼拜刚通过的实案新法 虽然可罚不肖厂商最高达到20亿 却碍于法律不肃及既往的原则 让肖基会这一次打的团体诉讼 法条依旧只能引用 每人最高三万元 如果致人于死 最高罚五千万的旧实案法 而且民众还得自行举证 和新实案法每人最高求偿30万元 业者必须自行举证比起来 能求偿的金额少了很多 要还要自己举证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可以求偿的金额也变蛮少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吃完了 那怎么去举证说 我是这个受害者 对我们也没留下任何证据 求偿金额少 举证责任又在自己身上 民众难免嫌麻烦 而且有了上回宋华季团体诉讼 最后只判业者赔偿120万 给500多位民众 遭痛批侵犯的潜力 这回能不能再扳回一城 律师很有信心 如果我们举证困难的话 可以希望由法院来做一个 举证责任反制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我们是希望 法院能够依照新的实案法的 一个立法议制 就我们民事诉讼法的部分 可以来做这样的主张 而近来电子发票盛行 只能看到总额 看不到明细的特性 已让不少民众 对提高兴趣缺缺 小机会呼吁政府 建立更完善的明细查询平台 让民众清楚掌握 才能增加提高意愿 有点TV 林品州吴登丽 台北报导 这边说 感谢观看